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 真这么神奇啊 嗯 不疼啊 那是当然 我不说了吗 暗锹我很专业 差不多了啊 谢谢你啊 还跟我客气什么 渴了吧 给你倒杯水 等会儿 你这几日啊辛苦了 一直给我按锹 这杯茶呢 就当做是给你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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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烫烫 没事儿 小心一点 我 我的手 小七 快去捡章御医 快点ל 非常好 差不多了 但说 那这东西都比很多 你说我们没有做确认 您是御医署的翘楚 我不该忘了 可若非这手 此事比刚受伤时 还要更严重一些 少君 您少安无早 容下官先去御医署 为苏姑娘取了阵痛汤药 再另一诊治疗方 小七 在 去趟御医署 请请所有当职的御医来进府 给若非会臣 是 抱歉啊各位 让你们久等了 参见少君 各位城主不必多礼 都坐吧 来 若非 听闻少君忙于演出 日夜辛劳 近来身体可好 多谢梁大人关心 我这身体啊 好得很 只不过最近这烦心事啊 倒是一桩结着一桩 不知少君为何事烦恼 我等愿为您排忧解难 这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之 少君 何出此呀 我听这事情有人疯传 说本少君 是个笼子 不知各位城主 可曾听说过 不 不曾听说 这简直就是一派无言嘛 少君与我等对答如流 怎么可能是个笼 师村之人 要我知道是谁散布的谣言 我定让他把牢底坐穿 下官听闻 这绿光乐坊也要参加九炉盛宴 不知少君 可是也要出席演出吗 丹阳城主 为何以杀遮灭 难道说 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吗 下官惶恐 实在是最近偶染了风寒 担心传染给少君 这才带了面纱 那既是如此 还望城主 多加保重身体才好 绿光乐坊房主苏若飞 参见领主 参见姚山夫人 莫儿说你要禁言 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领主 夫人 是不是当上大乐证之后 东盛大陆所有的观乐坊 都会听我的话 那是自然的 那我 可以改掉原来的规矩了 你想改什么规矩 我想 改掉官乐坊招生的规矩 领主 夫人 你们刚刚听了我们绿光乐坊的演奏 喜欢吗 觉得好听吗 嗯 可是 只有我一个人 有资格加入观乐坊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赵侯二 体型太胖 被说体貌不端 十一 因为手有六指 被说是残疾 还有一位 阿彪 因为他出身的问题 被说身份卑微 他们明明都很有才卑 但却因为这些没有资格加入观乐坊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没有放弃 对音乐的热爱 也没有放弃坚持他们的梦想 他们加入了像绿光乐坊这样的私乐坊 继续用音乐带给人们快乐 可是一直以来 都是观乐坊说了算 只有观乐坊演奏的 才是真正的音乐 而我们私乐坊 无论多受人们的欢迎 还是不入流 其实我 我还在想一件事情 你说当时如果没有绿光的话 我会不会 就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也有想过 当时云伤害我的时候 若是我没有看到这绿光 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耳聋了 当时我们俩 都看到了绿光 所以我能听到你的乐声 或许这就是我们命定的缘分 原来 传说是真的 只要见到绿光 就能收获奇迹 可是 在那绿光消失之后 我就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碧玉了 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 碧玉 是指引我们重逢的 现在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就算之后都没有碧玉 那就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吧 谁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啊 不让我陪 不让我陪还让谁陪啊 好了好了 要你陪要你陪 再亲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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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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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啊 能不能把我纏约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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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你可知我有多想 与你去炫耀后的每一刻 我都在后果 还好 只剩最后一场 幼主 为何不问问 我再次击鼓所谓何求 不管你有何求 只要你想离开我 绝无可能 我 求亲 求亲 之后我们回幻月 我要当幼主夫人 不知幼主大人 允还是不允呢 当然允 不知幼主 每月卷藏你 樱花琉璃人的你背影 你天地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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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啊 我要是和你成了亲 这绿光乐坊怎么办 当初啊 我和你来换月 绿光乐坊 可是解散过一次 现在 我们好不容易 重新开启了绿光乐坊 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不想再因为自己 再多让它解散 这话是这么说不假 但是你得给我个准信啊 到底什么时候跟我成亲 嗯 我们都还年轻 这事呢 可以择日在意 你看啊 你现在刚当上幼主 肯定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处理 我这个大乐证呢 也不能空想其名 总得干点实事吧 我打算开一个巡回音乐会 我要带着绿光乐坊 走遍整个东盛大陆 然后呢 把我们的音乐传播出去 再把外面的音乐带回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巡回音乐会 嗯 整个东盛大陆 嗯 那得多长时间啊 嗯 半年 一年 哎 不行 时间太久了接受不了 哎呀 这时间听起来久 但其实很快的 嗯 你不是答应过我 我做什么你都会支持我的 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对吧 我 还是不行 我总不能让你在外面待一年 还是跟商语在一块吧 你呀 不会吧 你到现在还得吃我们 两个的醋啊 我当然没有吃醋了 嗯 我就是不能接受你跟他在一块的时间 比跟我在一块的时间还长 你放心 他才不会陪我呢 他已经跟黄鹰走了 商语跟黄鹰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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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